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现在我们就来通过它们来找北极星吧 说到勺子呢 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 它就是北斗七星 那现在看上去呢 北斗七星是属于一个倒立的这么一个状态 它看上去就像一个问号 那北斗七星它的主体呢 是由七颗星组成的 那其中的四颗星是它的勺口 那三颗星组成了它的一个勺柄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北斗七星勺口的这两颗星 天书和天玄呢 我们可以把它的连线作为一个单位 那它延长五倍的距离 我们就可以找到北极星了 那除了北斗七星以外 我们如何通过另一个夜空中 非常明显的标志星座来去找北极星呢 我们可以找到夜空中的这个星座 一个W形状的先后座 我们看上去是一个W或者是M形状的这么一组星座 它到底是W形状或者是M形状的呢 这个根据不同时间它的一个相对的位置会有变化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它两边的这四颗星 来去找寻北极星的位置 首先呢通过它最左边的这两颗星的连线 然后和它最右边的这两颗星的沿线 中间找到一个焦点 那么它的焦点和最中间的这颗星之间的这一条线 延长五倍的距离 我们就可以找到北极星了 那除此以外呢 再教大家一个测量两个星星之间 距离的这么一个方法 那么把你的手伸直 闭上你的一个眼睛 那么从这样看上去 一拳的距离呢 大概是10度 一展呢 大概就是天空中15度 那么先后座和北极星之间的距离呢 大概是30度 我们就通过可以通过两闸的这样一个方式 从先后座找到北极星 我们现在的时间呢是在初春 然后所以我们看到先后座正在缓缓地落下 那北极星呢正在缓缓地升起 那它们两个祖星呢是呈现一个相对的一个形式 所以如果我们看不到北极星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高悬的先后座 那如果看不到先后座呢 那北极星可能已经高悬在天上了 那么通过这两组不同的方式都能够找到北极星 其实北极星它并不是一颗特别亮的星 它只有二等左右 那有很多星都比它要亮 但是为什么它这么特殊呢 是因为我们地球的地轴指向那个方向 所以跟着地球自转的我们呢 往北极星那个方向去看 就会有所有的星星都围着北极星旋转的这么一个错觉 很多星空摄影师也都会把镜头对准北极星 拍出一圈圈同心圆的那种星轨照片 也是因此北极星所在的这个高度呢 和我们所在的地理纬度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同样的伸直手臂的这样的方式来去测量 一圈 两圈 三圈 四圈 对 我们现在所在的纬度呢是39度 所以基本上呢就是四圈就是40度 差不多北极星也在这个位置 好了 以上呢就是这一期的城市观星指南了 如何在城市中找到北极星你学会了吗 更多精彩的内容呢请关注我的微博 一字一讯天者公众号子坛 bilibili点赞转发评论哦 好了 我们下期见 好 之间的距离我们要把手伸平 然后闭上你的一只眼睛 那么你的一拳就是大概是 把胳膊伸直吧 就是把你的手臂伸平 闭上你的一只眼睛 手臂伸平 手臂伸直 平 平是这样平 现在就不叫平 好 那把你的手伸平 好 闭上 闭上你的眼睛 你的胳膊要举平 那把你的手伸直 对吧 对 来 再来一点 三二一走 那把你的手伸直 闭上你的一个眼睛 那么一拳呢 就是 对不起 放词了 放词